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的部分当然是希望在这一年能够订阅人数破碍 影片也能够拥有观看次数上的成长 也希望观看我的影片的观众们能够跟着我一起成长 并且跟着我一起看棒球这项运动 最后还是再祝大家一次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也幸福 那我们就要开始为大家介绍球员啰 今天要介绍的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位朋友就是相对2017年的第一子名岳东华 我认为这位球员运气相当的差 在刚被选进中信兄弟的时候 被寄与厚望能够成为极战力 可惜在被选进中信兄弟后 参加了四大运 结果不幸伤到了自己的右脚踝 回到中职之后马上参加季赛 季赛结束后 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就被带进了季后赛 季后赛通算14个打数 这也让他第一指名的地位受到了动摇 我是阿都 现在就要带你来看看 岳东华惊奇的棒球人生 岳东华 出生于1995年10月19日的宜蘭县 是一位泰雅族的球员 身高180公分 体重78公斤 东华的弟弟目前也是2019年相对的第一子名 国小时期参加侏罗三杯国际软式少年棒球邀请赛 拿下赛会最佳九人奖 国小国中都在宜蘭发展的东华 也在高中决定离开家乡 前往新北考取古堡家商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 代表古堡家商参加红业杯轻棒邀请赛 在赛会中击败各家好手拿下打击奖 高中期间也多次参加国内举办的大型比赛 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开南大学就读 进到大学后的东华 也是棒球之神开始眷顾他的时期 大学时期的岳东华各方面发展迅速 发展成为了跑、打、手的三拍子球员 2015年人生第一次参加冬季联盟比赛的他 表现并没有特别的亮眼 只留下一成90的打击表现 冬季联盟结束后 岳东华继续在月雨发光发热 东华也在大学时期 人生第一次入选中华队 先后参加了哈联监 U23世界监棒球赛 在U23世界监还拿下了最佳三雷首奖 参加完U23之后的岳东华 决定再度参加冬季联盟比赛磨练自己 不仅摆脱过去在冬季联盟的打击低潮 更创下自己人生冬季联盟的新纪录 三成三三的打击率 以及一师的拳雷打 参加完冬季联盟后 更有自信的岳东华 决定在2017年以内野手的身份 报名参加职业选秀 最后也成为了当年中信兄弟第一指名的球员 以520万的签约金进入职业世界 进到职业世界前的东华 因为U23上与冬季联盟的优良表现 入选成为了世大运中华代表队的国手 只可惜世大运成为了岳东华进入职业前的重大考验 岳东华不仅在世大运集训期间弄伤右脚踝 弄伤右脚踝后的他决定带伤上阵 这项决定也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一项重大的考验 时间快转到世大运结束后的2017年 结束世大运比赛的岳东华经过了防护员的检测 发现他可能需要6到8周的时间才有机会归队 等于说岳东华在签约后下半期直接提前报销 岳东华在签约后没有办法练打 居然还在10月归队后马上登上了职棒舞台 但是初登版的第一个打席九局上半被换上场带打 面对乡长陈宇勋敲出了内野滚地球遭到刺杀出局 好换上来的是带打岳东华 这个呢也是新秀选进来的第三个顺位 一页字开南大 这一球出棒打到了一页手的管区 2017年仅此一打席的岳东华 原以为能够就这么结束第一年的职棒旅程 没想到史耐德对于他寄予厚望 不念在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就这么将他带入了季后赛28人名单里 尽管当年季后挑战赛中信兄弟打击火力大爆发 但是岳东华因为完全没有准备的关系 十个打数里面留下了六次的三阵 没有缴出任何安打的纪录 总冠军赛上岳东华四个打数里面 留下了三次的三阵与没有安打的纪录 整体打击状况火力低迷 这也让岳东华的第一殖民地位受到了质疑 时间快转到2018年 岳东华开季从二军出发 在二军里面岳东华持续调整自我 在4月27号这天敲出了二军生涯的手轰 在二军表现相当的不错 三层三一 四层零六 四层八五的打击三围 让教练团觉得是时候了 岳东华在拉上运居后 敲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支安打 2018年里 岳东华反反复复的受伤 受伤也连带影响了他的打击表现 岳东华迟迟无法将二军的表现复制到一军 尽管教练团为了很多的PA给他 他仍然无法复制二军的表现 不仅打击活力上无法表现 手背方面 91个手背机会里面发生了六次的失误 最终岳东华在2018年里 留下了一成四五的打击率 年底也持续参加冬季联盟磨练 在冬季联盟也找回了过去的打击手感 多次敲出拳雷打证明自己可以 身为球队第一指名的他 到底能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价呢 当然可以 时间快转到2019年 东华开季持续在二军出发 在二军里面 越东华持续搅出稳定的表现 这年越东华的被三阵率大幅下降 相较于前一年每四个打击 就会被三阵一次的记录 这年越东华在二军每13个打击 才会被三阵一次 三层一一 三层九五 四层二五的三位表现 在6月19号这天 某位球员发生在戒失误后 正式升上一军 越东华也知道自己升上一军后 就一定要稳住正脚 在升上一军后的隔一天 五个打击里面就敲出了两支的安打 包含一支场打 进到下半季的越东华 打击也渐渐进入佳境 越东华不仅在安打上有明显的进步 在拳雷打上面也努力的证明自己 7月21我在现场的这一天 原本看到越东华上场打击的时候 想说看一下啦啦队好了 结果忽然听到场上的人忽然大叫 越看球飞了越远 结果居然是越东华的手轰 同样选择低球出手 在中间方向 最后越过了绝打墙 忽然很后悔我应该要认真看场上球员表现的 不要再一直看啦啦队了 不仅越打越好 手背上的越东华也持续进化 从原本的游击手位置 因为火力最大化的关系 被一方到了外野的位置 在外野的越东华表现状况也是相当的良好 包含上演年度美季奖的大联盟级飞扑系嘛 哲萱的上一打形式 外野的飞球被揭杀 这球打平飞球 被扑到 不可能 越东华这个球自然扑 扑到 还得到林哲萱的智力 真的 很漂亮啊 不可思议 哇 空中余药 再把球给接补下来 这是没收到一支二蕾安打 看到这个状况 林哲萱心里应该只有一个想法 没想到我这一天也会走到这番田地 当然不仅有飞扑系嘛 还有在2比2平手 一二蕾有人 投手被打出安打的情况下 雷射尖快船 本类主杀往本类跑的跑者 昨天负责八局下半 打第一球在右半边 行车安打 先来看一下 二蕾下的皇室 又不三蕾就要回来 但是看起来距离还不够 最后是遭到了触杀出局 九局下半的第三个出局数 发生在了本类之前 季赛结束后 岳东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整年度三成零五的打击率 直接刷新生涯新高 六支全力打中包含一支棒打中职三阵王的李姿 不仅打击上有所展现 在手背上刚刚提到的飞扑手背 也成为了年度美技奖 进步飞快的岳东华 当然也被带进了台湾大赛的28人名单里 在台湾大赛上的岳东华 G2在一局上半 一人出局满壘的情况下 挥出了右外野方向的一蕾安打 带有两分打点 整个系列赛打击率两成 虽然选球能力较为突出 被三振的次数相较于两年前也大幅降低 或许是因为面对过去的梦魇台湾大赛 岳东华并没有复制在季赛上的表现 时间快转到12强比赛 岳东华在进入职业世界后 第一次入选中华成棒队 在热身赛上虽然缴出双安的表现 但是到了正式比赛 岳东华在10个打数里面 只有缴出一只的安打 让大家感到相当的惯喜 岳东华 忠信兄弟 2017年选秀的第一指名 未来还能不能够继续证明自己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以上就是岳东华的介绍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啰 再祝大家一次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身体健康平安如意 最后大家一定要记得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加上分享 按下订阅并且换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第一手影片啰 还有还有记得追踪我的粉丝专页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消息啰 因为有你 我才能更厉害